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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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老师 那么 少数服从多数 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服从吧 我只保留意见 让大家久等了 通过平外门的 充分讨论 对于最终的冠军人选 已经有了一致决议 下面 让我们有请林老师 为我们宣布最后结果 他的设计 充满了智慧和生命力 从设计到成品 都非常出色 充分展示了一位设计师的 创作技巧 对材料融会贯通的驾驭能力 以及在工艺上理解和领悟力 创作技巧 对材料理解和领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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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实际理解和领悟力 对材料理解和领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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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军的诱士 高慧 在下面宣服各个单项奖之前 我要先学乎一件事情 高洁选手的作品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这件作品 应该会说双战局 应该不会有五小四拉实现 可惜比赛规则 要求每一位参赛的选手 从设计到腊板完成成品 要保持一致 高洁选手的作品到成品时 与设计稿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按照规则 他的作品不能参加总分的计分 故而也就失去了参加评分的资格 对此结果 评委们都非常的惋惜 但是也只能尊重比赛的规则 林老师 我可以解释的 不必了 高洁 你对评委们的意见 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 比赛就是比赛 希望您保持一位设计师的尊严 坦然地接受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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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杰 冠军 小杰 冠军 小杰 回来了 冠军 怎么样 对不起啊 我没当上冠军 让你们失望了 你说什么呢 忘了外公嘱咐你的话了 输赢不重要 名词更不重要 重要的是啊 能够做出一件 语心无愧的好作品 外公看见了 你做到这点了 所以你在外公心里 在你妈妈心里 就是第一名 就是冠军 小杰就是冠军 冠军 小杰啊 你年轻以后啊 机会多了 不能因为一个小的失败 就失去信心哪 谢谢外公 谢谢妈妈 我爱你们 我问你爱你 爱小杰 来 高杰 你自己看一下 做到什么好事 真是太棒了 凡思选派高杰参赛 无理取闹纠缠评委 恶意伤人 至评委会主席 跌落至伤 周总 我 你怎么还能有勇气 把她读出来呢 我真的太佩服你了 高杰 你看起来这么文静的 一个小姑娘 怎么吃相这么难看的 输了比赛也就算了 还闹出这么大的负面消息 我没有推过林老师 这上面写的 根本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吗 那为什么 网络上现在骂你的声音 铺天盖地 比捧冠军的还要多 还是你觉得自己夺冠无望 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驳出位啊 要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 网络上这些留言我也看了 这个事情很奇怪 就像你说的 一个输掉比赛的选手 居然比冠军博取的消息都要多 那很显然有人在背后喝一炒作 司成 你不要又想包庇高杰 他捅娄子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了 了解的知道他是你的下属 不了解的还以为你们两个有什么 不清不楚的关系 周迪 我麻烦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我嘴巴一直都很干净 倒是你们两个 要把关系处理得更干净一些 没必要这么激动吗 还是你们 坐在心虚院 你 吴所备了 今天我代表公司正式宣布一下 高杰 你 被开除了 什么 没听清楚吗 你被开除了 你开什么玩笑 凡思一向作风延期 怎么能在不查清楚真相的情况下 随便开除员工 还是说你开除高杰 不光能除掉你的眼中定位 还能掩盖掉你故意拖欠红宝石的事实 还是给居总一个交代 该给居总交代的人是你 思成 当初要不是你力保高杰参赛 也不至于闹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局 输掉比赛是无敌 输不起又找别人的麻烦 那就是无耻 无能无耻 两样交到一起 还不够开除吗 而且 而且 居总 对我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任何任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可以直接去承证 或者 你可以陪着高杰一起 研究辞职 迪 李 司总 别说了 好 我走了 我会自己去证明那些无端的指控 都是仔细勿用 柔定 公司有你这样无能无耻的小人 才是真正的悲哀 听到了吗 这就是你力推的名义之心啊 说我无能无耻 就是这么随意诋毁别人吗 就是这么随意诋毁别人吗 真是 鼠舌依我依求之鹤 狼狈悲悲见 狼狈悲悲见 卉卉 你真是妈妈的骄傲 决赛上的作品 让在场的每个人 心服口服 可是现在网上 关于高杰的消息比我都多 他都要比我出名了 那都是些负面的消息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只要在专业上精益求精 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管 妈妈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 成为你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 难道 网上那些说高杰推林老师的恶意新闻 是你安排的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安心做你的冠军就好啦 这冠军本来就应该是我呢 这种业遇到一比赛就怯场的人 凭什么跟我争啊 妈 我也是不懂你啊 明明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虾米 你对他居然防范成这样 我觉得你说得太谨慎了 你就别问了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妈妈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你 那个高杰 根本就不配合你比 我去吧 吴老师您好 高杰 今天真的是梦寐打扰了 我来是想求您帮我做个证 林老师发生意外的时候 您也在场 真的是不关我的事啊 我也是刚刚在网上看到的这些消息 的确是有点过分 不过你放心 我会帮你的 不过您也不要因为被骂了几句 就气馁了 一个设计师是要经得起别人的批评的 谢谢您 吴老师 虽然比赛的时候 你跟我女儿是竞争对手 但是作为你的前辈 我还是看好你的潜质的 不会让一个有才华的设计师 就此埋没 能遇到您这样的老师 真的太好了 谢谢您 今天打扰了 先走了 高洁 怎么不去跟人家庆功啊 因为我想见您啊 我是手下败将 没什么好看的 高洁 可不可以每次我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包得像刺猬一样 何必这样呢 我只是看你心情不好 想要专程过来陪你一下 谢谢关心 我很好 我只是需要一点空间 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下 我听说你跟林老师的事情了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让我帮你吧 留言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呀 帮我 你要怎么帮我啊 像帮高慧一样 送我红宝石吗 高洁你现在到底是生我气还是吃醋 你想多了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你冒险在东南亚为他找红宝石 帮他最终夺冠 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恐怕不方便再分给其他人吧 你果然是误会了 我跟高慧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 不用跟我说了 反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关系 也不需要什么承诺 各有各的自由 也各有各的选择 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意呢 我不需要懂 好 那我问你个问题 你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 那我是不是你的第一选择 当然不是 好 好 好